Tony姐姐 以前暑假你最喜歡去哪裡玩 我喜歡跟家人去看小丑表演 他們很搞笑 很開心 我會約幾個三五之忌 在家裡開服裝派對 不過今年暑假沒得到處去 我們還可以玩些什麼 不用失望 不如這樣吧 我們一起做一個小丑套裝 你說好不好 好啊 那我們就一起 小手指 工作室 剪刀創意我出 剪刀 家裡的小朋友 你們可以掃描一下這個QR Code 下載定工作室和預備好材料 一起跟著我玩吧 看這次的材料主要包括有 Hands up 家裡的小朋友和兩位你們好 我想問一下你們 覺得小丑有什麼特徵呢 小丑通常在表演的時候 衣著都是五眼綠色的 是呀 我記得小丑好像鼻子很大 而且還是紅色的 對呀 家裡的小朋友 你們呢 我相信你們都想到小丑的樣子 甚至想到小丑一出場的時候 是怎樣的 不如這樣吧 我們有這麼多素材 事不宜遲 立刻做小丑的裝備 好嗎 好啊 好 馬上開始 開始的時候 大家看到了 我有一張黃色的A4指 我會把它對摺 好 然後再對摺在牆那邊 好 有三條痕出來的 然後就要用剪刀把它剪出來 好啊 用剪刀的時候同步 大家都要小心 或者找爸爸媽媽幫忙都可以 好 好了 四條 一樣粗度和長度的紙帶 做好了 當然你們可以用間者 或者用圓筆 把那條線畫出來 是 然後再拿三張顏色紙 因為我們總共要做六個三角形出來 好 我就會把它再對摺 再對摺 對了 記得了 下面我會畫一個粗度 因為到時我會黏上去 所以遇到一個粗度在上面 然後就在上面畫一個三角形 是不是隨自己喜歡 這個大小 對 然後就剪它出來 好 當然了 小朋友說其實我每個三角形都想大小不同 那你就可以分開六次畫也可以 好了 大家應該就可以剪出了六個三角形出來 好了 應該都完成了吧 我可以選擇 好了 每個三角形的頂部 我們都希望有個圓筆在上面 應該還有一張粉紅色的紙 好 總共要多少個圓筆呢 對 六個三角形 我們總共需要十二個 所以我將它對摺 應該就有四分 就是說我會畫上三個圓形在上面 哇 這樣做得很快 三個圓形 對 總共一剪出來就會有十二個那麼多 好了 平時你們會在哪裡看到小丑的 嗯 我記得我小時候在生日派對上面 有些小丑會出來派禮物 我跟朋友去嘉年華的時候 經常見過小丑 他入場的時候會哄你開心 然後又會準備一些小禮物給你 好了 黃色帶我們拿回來了 剛剛說過了 這個位置其實是做頭帶的位置 然後把它黏在一起 對 先量一下頭 對 你好像兩條都夠了 BONNIE姐姐 等一下 預心一點 我先預心一點 我先預心一點 OK OK 好了 然後就是我們這個三角形 是 要準備黏下去了 顏色方面 你可以將它卡拉卡拉這樣 這樣出來的效果會更好 一開始有一個闊條的位置 這裡就用來黏在紙帶上面 好 黏紙帶同步了 一邊要留一個比較短的位置 另一邊要留一個長的位置 因為到時我們就會黏上魔術貼 哦 有沒有小丑喜歡教人做小手工的呢 可能我們 我們做完這個就可以做小丑 然後教大家做小手工 一直做小手工 然後可以一起和小朋友玩 記得還有一個圓形嗎 記得 圓形就是黏在我們三角形的頂部 要前後黏 好嗎 好 OK 剛剛說過了 其實做了一條很多的三角形 好像一排小屋一樣 上面都會有一些圓形的 對 我們展示給大家看 好 然後其實量一下自己的頭圍 嗯 剛剛好 剛剛好 那你也可以看看 其實剛剛說過一頭一尾的位置 就是讓你黏我們的魔術貼 好 接合它 是不是 把魔術貼黏下去 記住一個前一個後 不要混亂 那你自己黏不到的 好可愛 讓我試試看 我覺得馬上好像我們可以開回生日會一樣 好啊 我就可以了 然後把我們的三角形輕輕把它扭曲一下 我們可以拿圓筆 把它掃一掃 好 噔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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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 原來做四個的三角形都一樣這麼可愛 其實小丑除了一頂那麼好的帽子之外 還有一個三領 大家看到桌面上有一條絲帶 兩張的顏色紙 將它先對接 今次我想做四個的三角形 好 都是隨自己喜歡 對 對 好 記得 也要留在絲帶的位置 好 完成 好了 好了 應該排出來應該有四個三角形 四個三角形 然後就到很閃亮亮的紙 我們總共要八個圓形 好 一二三四 即是我說對接了之後 我就要準備畫兩個圓形在上面 然後剪出來 好 好 現在剪出來 要有些耐性才行 放心 小朋友是很有耐性的 沒錯 好了搞定之後是時候了 我們首先會把四個三角形 黏在這條絲帶上面 黏上去也有些技巧 因為我們將會做一個是前 一個是後 好 都是鴛鴦顏色好像好一點 卡拉卡拉出來就會更鑫 對 我們還有剛剛閃亮亮的波波 對 都是雙面 對 前後黏 好 剛剛說過 一頭一尾 其實我們會用魔術貼 你把位置 好 然後 把這個魔術貼 就可以黏在 我們的絲帶頭和尾 到時就可以扣上去 登登 完成了 耶 好了 完成 好了 我們做了這個 這麼美的帽 又做了這個 靈帶 不過我還是覺得 單調了一點 不如這樣 我們一起去到我們的 手工百寶貴 拿多些素材回來 粉飾一下它好不好 好啊 那我們一起 出發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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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手工百寶貴 除了一般的美爐材料之外 今集我們特別放了 星星彩麗皮貼紙 七彩金衝球 閃尺貼紙等等 大家不妨發揮你們的創意 看看可以怎樣加工 這樣可以更好玩 嘩 看到兩位已經拿了很多材料回來 事不宜遲跟我們解說一下 BONNIE姐姐 是 我拿了一些閃亮亮的毛毛球 閃尺貼紙 和星星心心的貼紙 而我呢 就拿了一些星星心心的貼紙 閃亮亮的貼紙 七彩的波波球 和一些七彩的貼紙 好了 我過去BONNIE姐姐那邊 看看她做些什麼 先 現在呢 就先做一個圓形 圓形的 我會想著 貼一些閃尺貼紙 即是你打算圍著它 沒錯 圍個圈 即是這樣 沒錯 這樣圍個圈 對 嘩 Sharmon姐姐 你這個真的漂亮 對 OK 而且我覺得你這樣做 好像笑容一樣 開心一點 因為之前和小朋友一起做 他們都很喜歡閃亮亮的貼紙 而且我看到你做這些海綿貼紙 對 我可不可以試戴一下 可以 我覺得很漂亮 嘩 好漂亮 Sharmon姐姐這個 對 很平衡 對 我覺得是 OK 好了 我過來BONNIE姐姐這邊 Hello 紋身爸爸 我看到你依然在處理 嘩 很特別 我想展示給大家看看 好 在笑 對 很好 那你有四個圓形 會不會有四個 都是貼這個小蝦蝦的 都是小蝦蝦的 小朋友見到就會很開心 好了 我看到你們這個小丑帽 是 越來越繽紛 越來越多色彩 當然家裡的小朋友 可以同步和我們一起做 當你有了素材之後 可以用你的創意 叫爸爸媽媽一起幫忙 哥哥姐姐一起幫忙 一起去做 就可以有更多互動的效果出現 我完成了 好了 你想試一下嗎 好 試一下 有一點後觀的感覺 是啊 好 登登 張文姐姐這個小丑的角色 會叫什麼名字 我這個小丑 因為它這裡色彩繽紛 所以我就會叫它做 七彩小丑 完成了 好了 對 就是彎彎的 向前 對 哇 好漂亮 OK 好了 BONNIE姐姐 嗯 你化身為一位小丑 這個小丑叫什麼名字 這個叫做閃靚靚小丑 哇 又有很多星星 閃靚靚的心心 很多貼紙 還有我的領帶都是閃靚靚的 哇 非常之好 我覺得你們這個小丑都非常有創意 相信家裡的小朋友 同樣都是這麼有創意的 是不是很想知道 我們下一集 究竟預備什麼材料 以及做什麼的主題 其實很簡單 只要下載定工作紙 Scan QR Code 之後就準備好材料 下次就繼續做好玩的小手工 下次小手指工作室 再和大家見面 Bye Bye